近期的西班牙的研究人员在两具埃及木乃伊的体内 发现了他们曾经患有乳腺癌和多发性的骨髓瘤 并且因此死亡的证据 他们在生前得到治疗了吗 我们来看报道 研究人员利用计算机断层扫描技术 扫描了两具来自埃及阿斯旺 库贝特哈巴法老母群的木乃伊 两具木乃伊分别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和一个年轻的男孩 研究人员发现女性木乃伊死于乳腺癌 死亡时间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 男性木乃伊的死因是多发性骨髓瘤 死亡时间比女性晚大约200年 除此之外 研究人员还发现 这两具木乃伊生前患病时 虽然没有相关治疗方法 但他们得到了来自当时整个社会的给养和帮助